为了向华裔乳癌癌友提供更多的资源 纽约皇后医院成立了粉红丝带俱乐部 鼓励癌友互相扶持 并且邀请医生以及专业人士展开讲座 院方表示 华裔女性的健康值得关注 我们根据统计 华裔年轻女性雷患乳癌的比例 是比白种人还要高哦 在中国社区有很多的乳癌癌友 在皇后医院我们大15%的乳癌病人 是中国人算是蛮高的 很多人都在我们这边做治疗 因为在社区 我们这个癌友会的服务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需要在医院开始癌友会 尤其是给刚刚在诊断的病人 他们马上可以参加癌友会 得到一些资源 我们希望这个是一个开始 以后还有其他的各类的癌症的活动 包括其他的肺癌肠胃癌 哪一类的 我们希望是一个一个帮他打开 癌友误作的活动是很重要的 好 粉红四代俱乐部将会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 下午四点举行活动 医生说针对华裔患者人数增长的趋势 不排除是因为许多女性背负着新移民的沉重压力 长时间打工又缺乏当地亲人的支持 所以医生也提醒 要避免乳癌 女性朋友应该维持营养均衡 同时应该要多运动 还要避免紧张焦虑的情绪 并且定期来进行乳房检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